看到观众朋友一个留言这样说 他就是说昨天看的是不够过瘾啦 因为给他的感觉就是突然完了就是结束 昨天呢我觉得最精彩的那一部分 确实没有放上去影片中 因为当时看哦我已经弄了六分钟了 然后呢也是我的煮晚饭的时间到了 我弄一个影片竟然剪接那个还是很费时间 还是手脚不够快 所以今天再补回来吧 虽然是弄了六分钟的影片 但是我剪接的时候起码用上两个小时 好像更多不记得了 大概了 以前更恐怖了 三到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的影片可以弄到三到五个小时 主要也是我不习惯一个画面超过五秒吧 除非有什么特别事情 我昨天跟一个也有做视频的朋友聊起这个 他说他没几分钟就搞定了 他就叫我去直播好了 就是用直播的方式 可是我这个没耐心在街道上拿着照相机走一两个小时吧 那一堆筷子我是不敢用了 我自己在旁边换了一堆 为什么特别喜欢这一家餐厅 主要也是够大吧 你们也看到了环境不错吧 既然是要花很多钱 那么我会选一些环境我喜欢的 什么叫花很多钱呢 对我来说吃一个午餐超过二十块也是很多钱 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我自己在街上煮一顿来吃 几块钱就很饱很多东西吃了 一进来就顾着拍 然后喝了口热茶 暖喝了赶紧把衣服 看来我还是不能做直播直接收货的人 不是把衣服拔掉是把外套 脱掉外套 我一直都想我应该是写脚本 我讲话才有进步吧 但我觉得哇 那个更花费时间了 实在不能用更多时间来拍一个几分钟的视频 这样子如果花十个小时来做一个几分钟的视频 那我不喝了 刚才那个是不顾瓦酱布 这个是新鲜淮山草莲 还是小草什么都忘了 反正点完就算了 这个新功能我试用一下 这个下次带妈妈来吃 我昨天点这个的时候呢 是没有看多少钱 当时是旁边有一对夫妻他们在 这也算甜点吗 给我了都不帮我换盘子 我实在忍不住了 我就叫他拿给我新的盘子 第一我是要拍 拍好看点 还有主要一个原因是 我花了几十块的时候 我是不客气的 如果是在那些小店吃十来二十块 那也算了吧 我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现那一对筷子没洗干净 而且他自己拿过来给我摆盘的时候 也没发现也没注意哦 那你要知道我吃了五六十块 六十块 起码十几块小费 这不过分吧 叫他换一个盘子 以前我是觉得 哎呀又要那个厨房多洗一个 还有花水会思考这些 但是现在想想看 我一个午餐这么贵 就是两样东西哦 三样 那个薯饼 番薯饼是 吃了一个 我主要是听旁边说不太甜 那么我就想我妈妈应该会喜欢吃的 结果她也是带回去 她说好吃啊 哎 那就八块五毛 值了 我今天来这里也好几次了 有一次带妈妈来吃了一两一百多 我忘记一百多了 反正那天是有鲍鱼了 反正那时候是想爱吃什么就让她吃 我也想吃好一点 就是不看 不要看那个menu的price那么多 看了就不想吃了 这个他们开张的时候放进去的 那些鲍鱼是真的哦 我们这些啊 菇也是真的 我看他们放进去十几二十年有了吧 我忘记了开了多少年了 那时候1480广告 我经常听到还有在这边第一次来的时候 也是因为1480火语广播 那一般DJ他们都在里面吃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也来这里吃 跟他们会面 所以这个记忆很深刻 还有一些情况也是跟一些很特别的好朋友来过吃的 这里是一百号Alan Street 我一开场的时候提到的那位观众朋友的留言 还有后面他有说的就是 看我昨天的视频 他是感受到我 从我声音感受到我是很开心的 那当然了 不过我今天第二天 回到曼哈顿的第二天 在闹区比如说 Kandell Street Mark Street 我头都大了 头都晕了 太多人 而且好多游客 我好像比较怕那个秘密 晚饭就很简单了 这个是虎皮虾 我去了学习 将它一只中间片两块 煎两下 这些是我家里种的 天气这么冷 但是这个 这两样还有葱 葱就很小了 这堆东西还可以生长 这么冷的天气环境里面 那又要煮晚饭了 所以呢 又是就这样就做完这个视频 分享到这里为止 这一段说话我就不再打字了 因为我觉得很少人会看到后面 看得到后面那些 应该都会听广东话的了